大家好,我是Stan 2月7號,男團BAE173 透過官方SNS公開了第五張迷你專輯的曲目列表 根據公開的圖中能看到 這張新專輯的主打歌是50-50 新曲50-50 以歌詞描繪了鏡中鬥影中的另一個自我 黑與白、現實與夢想等50對50的所有選擇時刻 不過,因為新曲歌名是50-50 而且BAE173的公司代表是鼎鼎大名的金光素 對,就是聽到金中鬥影中的金光素 所以,這個消息馬上就引起了網友們的熱議 本來就有的用詞,但如果是狂鼎,應該就是想要吸引眼球用的 作為同行業的人來說,這樣做有點不合適吧 那樣做的話,團體會變得不受歡迎,不會有好結果的 不過,在像Youtube這樣的地方,可以透過他們的歌曲自動播放 應該能獲得不少利益呢 什麼嘛,真是太無理了,如果50-50所有成員都被判 而導致團體解散的情況還能理解 但團體還保持著名稱,並且正在招募新成員 明明是還在活動的團體,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那樣的話,倒不如直接將主打歌命名為狂素 來批評那些毀掉多個IDOL人生的娛樂界吧 但是也有手術網友表示 本來就是平時使用的表達,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雖然說的是沒錯,但也覺得這個實際不太好 所以,對於BA173即將回歸的主打歌名是50-50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由五九索尼成員普娜金智恩 強文強格姐姐強大出演 改編自同名網慢的韓劇Pyramid Game 從蘇琪的父親是一位職業軍人 由於父親工作的特性,蘇琪不得不經常轉學 高中二年級的蘇琪,再次因父親的調動而轉學到了白臉女子高中 擁有超強社交能力的蘇琪,她的性格幹練 對於即將迎來的新環境充滿了自信 然而,儘管蘇琪充滿自信地進行了自我介紹 她所轉入的二年級舞班,卻仿佛隆皺著一股詭異的氛圍 學生們對她的反應初期的冷漠 就在蘇琪一臉茫然的時候 看起來很好相處的Pekari 和Aidol練習生Ym Yilin上前搭話 對蘇琪做了友好的自我介紹 剛才的冷漠氛圍,仿佛只是一場幻覺一樣 班裡的詭異氛圍,瞬間又回到了平淡無奇的狀態 蘇琪旁邊的學生梁家恩,顯得有些古怪 她渾身是傷,似乎與班上的同學關係不融洽 其實蘇琪也不是什麼善角 她已經精算出人際關係中的得勢 努力避開可能對自己有害的同學 對於第一次見到的部分同班同學 她將他們分為死宅、阿宅等不同等級差別對待 很快蘇琪就發現 她所在的二年級五班有些古怪 班裡的同學都在顧勵明家恩 甚至說她很可怕,盡量遠離他 而且二年級五班似乎與其他班級有所區隔 他們獨自使用分管 午餐時間也不與其他同學一起進餐 此外,只有二年級五班的周圍沒有監控 蘇琪在這樣的環境中 面臨了第一次的HR 遊戲的規則是透過內部投票 將同學分為ABCDEF六個等級 形成一個階級社會 並在下次投票前持續這樣的結構 每人可以給五個人投票 禁止給自己投票 也禁止重複投票 就這樣蘇琪將參與第一次 也是第十三屆金字塔遊戲 蘇琪覺得這個遊戲就是選出一個受害者 對它進行無差別的攻擊和孤立的惡趣味遊戲 但是,只要不是我就好 然而,在該回合的金字塔遊戲中 蘇琪竟然獲得了零票 這使得原本只想置身室外的他 變成了遊戲的一部分 而且還是最底層的那一方 由於附近的工作性質 蘇琪知道自己最常只會在這所學校待三個月 只要停過去就可以了 第二天,F等級的宣告儀式正式開始 班上的同學對蘇琪進行了欺凌 儘管他想努力表現出一副不好欺負的樣子 但面對物理上的暴力 這也是很難堅持下去的事情 蘇琪開始思考這場遊戲的本質 他發現這場遊戲正通過看似公平的選拔模式 讓同學們消除對欺凌的負罪感 而在這些欺凌的背後 佩卡琳似乎在背地裡照顧著蘇琪 蘇琪覺得在這所學校堅持三個月 比他想像中更難 決定與明家恩聯手 試圖逃離F等級 他的計劃是相互投票 確保一票後 隆落已經得一票的同學 讓剩下的一人變成F 然而,明家恩拒絕了這個計劃 他不願意讓別人代替自己成為F 蘇琪覺得這樣子的明家恩實在是太愚蠢了 就在這時 被蘇琪分類為死宅阿宅的苦文比爾找到了他 表示他曾背叛過明家恩 所以明家恩才獲得F級 並請求蘇琪幫助明家恩 蘇琪開始調查這場遊戲的罪魁禍首 發現原來是平時 對朋友表現出親切態度的佩卡琳 製作了這場遊戲 身為裁罰白眼集團的孫女 學校理事長的女兒佩卡琳 竟然利用自己的權力 來製作這場讓人心生不安的遊戲 直到真相後的蘇琪震驚不已 蘇琪能擺脫掉F級嗎 接下來的投票結果會是怎樣的呢 韓劇Pyramid Game inverse dau mulheres 你 你 在 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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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